走在冬季的冷风里 总会响起夏日的太阳 生活不变 压力不断 多么渴望放下身段去流浪 头顶着苦热的惊讶 甘独下 烟烂烂 台湾经济 它很富裕 出国旅游 成功气 别因为有钱 你就太臭屁 让人讨厌 你用多气 国民礼仪 你得注意 夏日赛星 真关系 真关系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连环胖 我们都知道出游 出国旅游 这个旺季的要到马上放暑假的 可是我们台湾出国旅游 好像毛病挺多的 对 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点 千万不要一笑大方 要注重国民的外交形象 今天邀请的很多特别来 就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有罗文 李立芬 还有金玉兰 他们出国的有趣的世界 好不好 好 别忘了带来 继续收看我们精彩的 开口向 联邦 这女朋友 小美眉谁比较在行呢 这个应该是说 我比较有魅力 你会比较有魅力吗 你再多批一点 没关系 没有 因为我比较酷 我外形 可是事实上 李立芬追女孩子 谢谢你 走在冬季的冷博木里 总会想起夏日的太阳 开口向 联邦胖 我要坐上飞机 飞过五周和山羊 带着我的新爱兵 这个地方到处下兵 我看你怎么会不开心 也不怕越来越野兵 是这个地方到处下兵 你不去过五周和山羊 你不去过五周和山羊 但特别爱出国旅游 一出国旅游 听说毛病还挺多的 一上车就睡觉 逛街就买药 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买药 觉得药补食补对身体很好 特别爱吃 尤其到大陆以后 也算出国又算回国了 怕山珍海味绝点不放过 什么国子力 什么百步舌吃得到都是 那到其他国家据说 他们也蛮怕我们的 一个旅行团来 知道我们晚上比较热情 会喝酒划全 所以通通给我们安排的 最旁边的房间 通常台湾观光客 都把安排在饭店最边间 反正也吵不到别人 关键自己是啥 不过现在 今天我们大家的大力宣传 其实现在慢慢有好转的趋势 国人一直在改变 那我们罗文大哥也是经常 这个当空中飞人 尤其他在香港 国人最喜欢到香港去shopping shopping 是少不了的 那你应该也领教过很多吧 我觉得不单是台湾 好像是香港的旅游 他们都有一个毛病 就是喜欢打仗 就是不守规矩排队 比如说到移民局的时候 我们一下飞机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有经纪要去抢去拿呢 就是跑啊 一堆啊 跑跑跑 好像马上出去 有很多钱等着 他们去拿那感觉 然后呢 排队的时候呢 他一个人排了一个队 然后呢 跟着他的亲戚朋友 一大队就见进来了 那很多外国人看不惯 都说的时候 虽然大家中国人 我们旁边就是很尴尬的情形 就在那边呼吁大家到国外去 一定要排队 不管排得多长要耐心地排队 因为外国人都有排队 很守法的精神 您的经验来呢 在飞机上面 那我们坐的话都中国人比较多 那就是很吵 非常非常吵 那种很大声的那种声音 吵得大家都非常非常吵 乱七八糟 但是这样说起来 的确我们在这个 国民社会礼仪的确要加强一点 不过说真的 我们这是一般人 一般我们艺人来讲 出国感觉大家说 冲冲店嘟嘟价 其实艺人出国也是蛮辛苦的 几乎都有工作 对 尤其我们这次到希腊 去拍一些东西 明明是冬天 那他要穿夏天的衣服 当然不是我了 我穿泳装没什么好看 他也不是没什么好看 根本没有人要看 对 对 其中一个叫邱小姐 那真是 赤裸的羔羊 我们来看他赤裸到什么样程度 来 请看 看了没有 现在排起来感觉到 天气非常的温暖 然后他摆出很多 非常迷人的姿势出来 感觉他一点都不冷 身材十分的 这样到底有几度啊 现在你看 摄氏六度 才六度啊 六度要拍泳装 多么的可能 听说他感冒了 拍了这个 拍了感冒了 你看现在感觉好像都没事 尽量把美丽的一拍完 你看表情马上变 光细 光细 不过有的艺人 等到你出了名以后 那也到国外去 那开完一到去 就是记者真相访问追逐的对象 焦点啊 像有一个影星 大陆影星 前生来台湾 他出道不久了六年 现在国际红星 国际巨星 他在法国拍戏的时候 他真是受了很大的欢迎 很多记者都一直拍照照片 谁你们知道吗 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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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次他在法国 我们也亲自把这外景 就然后拉到法国去 来 请看 看 法国感觉都很漂亮啊 对 它非常有文化气息 你们三位都有去过法国吗 我常常去法国 我最喜欢的地方 最喜欢法国 巴黎 看到没有 广丽 因为他大拍 所以穿着衣服特别多 不会让他冻着 他在拍戏吗 这拍照啊 他拍了一个 一个女画家的电影 那么现在出现的拍拍照片 后来打得很高 穿一份好看的 对 他有一百七十公分了 身材非常好 身材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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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他嘛 哦 这个是 必要很小啊 看来巴黎 因为是在塞纳河畔 国人常讲塞纳河畔 对很多桥 这里就是拍戏的现场戏 她已经变老妆了 她拍这件很辛苦啊 从年轻演到老了 她拍这个老妆 就是要跟小董对戏 所以化得这么老 你们也是出国之间 带着纪念品回来的 对 来 你这是带来给我们展示什么 没有 其实这并不是买的 这是我 纪念 这是警察局送你的 不是 这是我在美国南部 阿拉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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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警徽 对 它是一个警长的警徽 还有证书是不是 不是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那是奥克拉河马州的 那他 那时候去 他搬给我们的荣誉市民 那这个 我呢 发现我身上有一个 珍珠的别增 这个很有意义的 这是 我很多年前到加拿大 刚才碰上我的生日 我一个朋友 好朋友 他是珠宝的设计家 他说把这个 很古怪的一个珍珠 好像 好像蜗牛那个喝呢 送给我的圣礼物 那我觉得这个是外国带来过 最有纪念性的一个东西 要不是买是什么送给我的 OK 这是我差不多 过农历年的时候 回荷兰的时候 在一个古董店里面买到的 这是什么呢 那这是明信片 它有的还是使用过的 很好 我看应该是1937年 对 1937年的东西 1937年的 1937年 1937年民国27年 对啊 你是那个时候就出生了 当然不是了 古董店呢 现在不管是在台湾 在国外他们都有很多 很精致的古董店 那那个时候 因为行程实在是太匆忙了 我能逛到看到的 就是这样 让我觉得最喜欢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 三分之后来宾到我们节目 你们来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大家自己喜欢的单元 那就是 现今满天飞 好 现在要开始了 大家最爱的单元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在国内 进行六年国建 非常辛苦 尤其捷运系统 没事试下车呢 轮胎也被烧掉了 原因也搞不清楚 不过呢 看看日本 他们很多很大的工程 都做得相当好 现在给大家介绍 就是东京湾的一座大桥 对 一个海湾大桥 叫Bay Bridge 它非常的壮观 好不好 没错 来 请看 影片这个题目就在影片中 好 来 请看 这里看到呢 它是在东京湾 沿着东京湾沿岸所盖的大桥 是连接了东京对外 给它日本呢 触目所及布 它们的交通 它们的建设呢 都会堪称是世界上的工业强国 尤其呢 我们外景队里 一级或只有大桥 我们立刻就赶快下来呢 拍摄呢 让这个珍贵画面 射近在你面前 这座呢 Bay Bridge 海湾大桥 也可以说是目前日本呢 设计最精彩的这座桥 它所应用的科技的原理 还有建筑的一些材料呢 可以说呢 都是在东京 或者日本来讲 都是第一的 那么这座大桥呢 它呢 是为了梳解整个东京的一个交通 它利用了海湾外围 把各的乡镇连接起来 所以呢 当这个车子呢 不用经过市区 就可以到它的目的地 相当的便捷 各位 我们的Q 我们的问题又来了 在这个海湾大桥上面 我们看到有一条条这个钢籃 所拉成的这个 那么这个大的钢籃呢 其实呢 它中间是由小的钢籃 所组合而成的 其他请问你 这一条大的钢籃 里面是由几条小钢籃 组合而成的 你知道吗 提示一下 不太多 在五百条以内 好不好 好 这样 来 有谁知道的 小妹妹你说 四百 四百条 两百五不对 要多一点 比四百还要多 来 四百五还要多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八还要多 四百九 四百九 九十九少 九十几 九十五 很可惜 还也答错 来 我们请妈妈好不好 四百九十八 还要多一条 来 我们请小董女朋友 来 四百九十九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好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影片的答案 请看 这是我们总座桥重量的 这个钢籃的 各位看到 这么粗 这钢籃呢 只有大钢籃 里面呢 只有很多小钢籃 一共的只有四百九十九 奇怪 这日本人做出来真怪 它就偏步五百 四百九九的小钢籃 所组合而成的 你答对了吗 好 那么呢 接下来呢 是相当题 你要继续凹下去 答对话就一千块钱 那么我们的题目呢 也在影片当中 请看 这里就是明治神宫 他们好多个像牌坊 在日本的神社 或神宫的门口呢 我们大部分都可以看到呢 这样子的建筑 它很类似我们中国的牌坊 那么在日本呢 他们有个专业的名词 请问 他们叫他叫什么 叫什么 跟动物有关系的 叫什么 叫什么 我们想叫牌坊 不知道 那知道还过了 男朋友可以代答吗 来 谢谢啊 可以代答 可是不能拿奖金 谁知道叫什么 叫什么 神社啊 神社 不是外面那个东西 我们像牌坊的叫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那是小弟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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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没人知道 小猪 和小猪 好 我想你们大概不会了 这会比较难一点 来来来来 我们去看我们影片 到底答案是什么 到底叫什么 鸟居 原来这种建筑呢 在日本他们叫鸟居 这是因为呢 它形状了很像鸟经常栖息的地方 所以把它取名叫鸟居 您答对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再问下面一题啊 我们知道鸟居呢 这是用木头建筑 而且有时候整根原木一起建筑 来看题目到底是什么 请看 你看 多粗多高大 哇 这么巨大的树木 它是神木吗 它当然不是 那么我们看看 这是位于明治神宫前面的鸟居 这么缩大的鸟居呢 它是由又高的又大的山木 所做成的 这种山木呢 在日本呢 是采集不到的 必须从国外进口 请问 它是从来进口的 好 说到结会 来 这位小弟弟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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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答案 得到一千五百块 好 你知道台湾是哪个地方进口的吗 台湾是阿里山 对了 就是阿里山 日本砍掉我们很多很多 阿里山的木头 来 来 我们来看看答案 原来我们在明镜时中 看到这么多的大鸟居呢 他们从那木头 都是由台湾 所运来这边的所盖的 嗯 那么这些树木呢 之所以呢又高又大 因为年龄呢 都在一千五百年以上 不得了 日本呢 相当重视他们的生态保育 所以呢 盖得多了这么多的鸟居呢 都不是自己国家的这个木头 都到国外去砍的 对 相当的有生态保育的观念 不过 到处到外国去砍 这样对吗 啊 好 我们接着进行我们的爆炸题 的爆题也相当相当的有意思啊 也是影片题 请大家注意看影片了 请看 谢谢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希腊北方的一个港口 叫纳普亮港 纳普亮港呢 是属于一个小型的港口 虽然这个港口很小呢 但是普及很多 而且是这里的旅游圣地 刚才您看到没有 那个古堡 是盖在一个 在港口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岛上 叫做Brizit Brizit在以前呢 当然属于国家的 但是现在因为国家质物很穷啊 就去卖给了一般老百姓 要开咖啡店 可是在这以前 它上面做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业 那种特殊行为们住那儿您知道吗 好 答对的话我们给你奖金 一万元 一万块 各位 好不好 计时三十秒 来 起手 来 我们这位现场 那么 这位小弟 酒吧 不对 那有没有人知道 那边 外国小姐对不起 后面那一排 是什么 翻译一下 做什么的 借偶器 监狱啊 不对 也不对 哪位 放弃啦 游泳的 游泳的 不对 这边这位小姐 音乐 也不对 还有谁 游艇出租也不对 也不对 来 这边有没有 带你小弟弟 矿工 矿工啊 挖什么矿 也不对 在海里面挖光 这海里面先到 也不对 这非常特殊的行业 到底什么 来 我们看 答案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行业 要住在那个小岛上 跟人家隔绝呢 那我们也请问 岛阳先生来告诉你 那里面有些人 那里面有些人 习惯 那里面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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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看了手识 你应该知道了吧 虽然我也听不懂西拉文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虽然上面 那个特殊职业的人 就是筷子手 筷子手 因为经常有杀人 怕坐在港口 会有人报复他 所以他就赶紧 躲到一个小岛上面 而且他本身的职业很特殊 也不希望跟人家 发生什么人际关系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答案 非常的奇特 有趣呢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的单影呢 进到这边 我们下面还有很精彩的内容 等着你 那就是櫻桃树下 老实话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櫻桃树下 为了邀请到这个特殊来宾 非常有趣 我们都知道歌坛呢 有很多艺术 有的人呢 只要出一张唱片 有的人混了很久 唱很多歌还是没红 我也是只出一张而已 对 但是不红 咱们有像二位呢 这个他们的造化这么好 尤其他们也是我们国内呢 算是最清新 最杰出的一对呢 二重唱团体 没有错 而且到现在为止呢 看起来还是不怎么像歌星 到底是谁呢 我们去看看小党 小党 路克里林 民国八十年 因为认错 攻骗台湾与香港 看起来一个很酷 一个很呆 到底两个人私底下的真面目 差距有多大呢 今天咱们来听听他们的老实话 好 果然不错 一个很酷 一个很呆 一个很呆 形容得非常贴切 林依旋也蛮帅的 我真... 不要急... 我还没讲 你跟父女都呆 你跟父女都呆 你一看就说林依旋蛮帅的 你一看就不讲老实话 所以树马上就灵眼 但是我真的是比较酷啦 你比较酷 但总不好意思直接讲 林依旋很呆嘛 可是大家都说你很屁 不是很酷喔 那不知道这两个人 谁比较会勾引 谁比较... 谁的女朋友比较多呢 我的异性朋友比较多 因为我... 怎么讲 喜欢男人 比较喜欢跟女孩子讲话 我跟她讲话比较有安全感 我觉得他们比较... 听说你很想你牵女孩子的手 是不是 那是不得已的 不得已 听说动作还非常的温柔 是不是 是不得已的吗 天使自己主动的呢 哪个抓来不放 天啊 天啊 那我刚刚会怎么说的 来 好 说到优客里面呢 我们就先讲林志炫 那我要讲志炫的有一点呢 就是有一次我跟她开歌友会 然后跟她唱一个 就是情歌的对唱英文歌 那... 因为公司觉得那... 这样子的话应该要寒情默默 就叫她牵我的手 然后呢 第一次牵的时候 因为我们两个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牵 所以就非常犹豫 很不自然 那第二次正式... 正式要唱的时候呢 她就到合唱的地方就把我牵... 牵手 结果呢 她是这样子牵的 然后把我的手抓到一半 你知道 然后唱完之后呢 手真的有一点快要扭到了 然后她满手都是汗 不过她蛮可爱 那另外讲到李继呢 其实啊 如果说要林志炫跟李继比较好 我是比较喜欢李继 因为李继每次都叫我 人气美笑 我就很开心 那另外李继说她自己呢 是一个造奋姬 为什么叫造奋姬呢 因为我们知道李继很瘦很瘦 可是她可以吃很多东西 只要是便当或者是什么餐 把它在她面前的话 她不管她喜不喜欢吃 她就一定要把它吃得 全部吃得干干净净 然后连一根菜啊 一粒饭都不会剩 可是呢 她都不会烫 所以她自己才会一直到 筷子吃 不要筷子吃 那样 李继一天才好高 其实杨夕吃饭的啊 所以她比较喜欢 就叫她造奋姬气气 好不好 这傻眼 对 还超过那么多次 真的是 你这个人要用屁啊 用褲 其中都不好造奋姬气气 最好 那你们两个谁对女孩比较温柔 林志健 我想应该是我吧 真的吗 看她好朋友怎么说的 到底是不是林志健 来 她们两个人形象本来就不太一样 林志健很喜欢跟女孩子讲电话 然后讲得很亲密 不管是刚认识的还是什么 她会讲说 我会寻找女孩子的每一个脚步 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 你讲得很长 很甜蜜 那李继只要接到电话 尤其是女孩子打电话 她就 好了 我再工作 赶快了 赶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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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心情蠻酷的 真的是蠻酷的 所以就因为李继这样子酷 所以他这个真的 他的臭屁不是说浪得虚名 真的啊 是屁流道理 對啊 尤其林志健 也从跟李继合作開始 就觉得李继很屁 为什么 從一臭到开始就戴個墨镜 是不是 對啊 然後一直不拿下來 好像自为很酷 聽說拿下來就把李... 就会把林志健幹掉 聽說比他帅 這個還不是臭屁啊 不是啦 沒有 真的跟林志健比 就没有什么比头了嘛 沒什麼稚气的 對啊 我真的拿不戴以不戴 完了 完了 完了想不戴以不戴的 我真的覺得我戴以不戴墨镜 都滿帅的 是嗎 拿下來看... 這個拿下來了 天啊... 天啊 來 請問我們家宜 要給他們多臭的好演 面對真的多臭 感情還真是不錯 感情還真是不錯 沒有 真的是 事實上我們表面上 是像親兄弟一樣 私底下已經快要... 我們要結婚了 再上個節目有沒有這樣子 不過這次我們快要離婚了 沒有啦 就是因為你們感情越來越不好 所以要送我們一個東西 表示你們感情一定要很好 就送你們一條褲子 對 表示兩個人是同穿一條褲子長大的 來 麻煩現在穿上 一人穿一腳 來... 不知道賽事合不合 來... 你把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東西搞掉 好 這是非常謝謝 名字全部敢穿 謝謝 非常非常謝謝優克里 您兩位到我們節目來 送來一條褲子長大的 好 兩位兩位 非常不錯的 感情歷久明星 好 我們進到這邊 待會兒今天我們等你 不要記住看我們的 看頭下 學環套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變什麼 什麼東西出來 變出來 抽一張 他...他可不可以看得出來 這什麼...他做的嗎 好 你們合起來 緊張緊張 恐刺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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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一揉 到底... 反正什麼結果呢 這個是連在一起的 更少看方二林變魔術了 真的不一樣 這變兩朵紅花嗎 這變... 這變... 這變兩朵紅花 看不出破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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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這哪一家嗎 等一下 等一下